我們來看那這個戒指呢 這一顆是在 我在這個上海城隍廟 旁邊有個玉圓 玉圓的一個商場上面買 它是一個商場 然後它明明有個浴室 有浴室 對... 有一個大概四層樓高的 整棟的一個 那裡面都一攤一攤的這些小攤 這個在玉圓買東西 尤其是在十多年前 玉圓的很多的東西 通通都是騙人的 我本次有聽說 要小心 你是導人 你不知道 沒有... 我其實有特別的 因為這家老闆 其實有一點點認識 為什麼是這樣 對...有認識 我跟你講 全中國13億的人口 有將近85%的人 沒到過上海 你知道嗎 到了上海 就好像到了一個新天地一樣 這個上海好開心 然後他就覺得 上海有個地方叫新天地 到了上海一定要到城隍廟 是不是 到了城隍廟 一定要到玉圓喝杯茶 是... 那這些地方專門就是賣一些 次級品當作高級品的東西 十塊成本賣一百塊 這個是當初玉圓這個地方 因為玉圓那個地方 很多在賣古董文物 金飾或者是翠玉 珠寶這一類的東西 把這個全國的有錢人 一網打盡了 所以你一說到玉圓 我這眼淚就掉下來了 為什麼 連我都吃虧上當 連你都吃虧上當 不是 因為這個老闆 你吃虧上當對我們來講 真的很療癒 你有沒有講一下 你有沒有吃虧上當 我們喜歡聽你吃虧上當的帥 是... 我先... 我到玉園 我覺得他有一個田皇展 田皇展 展田皇的 那我就看了 我就說 都很貴 人民幣都是三百萬 五百萬 都很貴的 我看一個很小的 很小 那我也沒放大鏡你知道嗎 他賣的不貴 賣五百塊 然後他說 先生 我們那邊後面 還有幫人家鑑定的 你花五百塊錢 人家還給你一個證書 我一聽就沒問題了 我就買了 花了五百的 後面開了一個證書 拿回來 那個晚上 我從那個行李箱裡 掏出我的那個放大鏡 一看 完了 五十塊 那我第二天 我們是公人 是 公人詐騙嗎 第二天去找他了 可是跟他是怎麼樣 有理說不清 他說我們鑑定是真的 我說我鑑定是假的 他說那是你的事 講了一個多小時 淚灑街頭回來了 五百塊的東西拿回來 當我的那個 教學 這個博物館的一項 我有一個 驗品博物館 裡面 琳瑯滿 這也滿值得的 都是用眼淚換來的 所以我一聽到預言 眼淚就要掉下來 是... 連我都吃虧上當 你在看 好 我們來看這個 這是一個 翠玉蛋 蛋麵 是...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翠玉蛋麵 是一個很薄的一個薄片 也就是說 您如果不小心 用壓的話它就破了 要小心一點 要小心一點 好 這是一個蛋麵薄片 您買的是... 那時候大概七千塊錢 那邊幣 老闆有認識了 幾萬 本來是幾萬 對... 就打三折 他是打個兩折 兩折... 原來導遊抽那麼多 你不曉得 導遊是自己人 所以我們到觀光區 一百塊的東西 其實導遊只買 二十塊就買到了 不是 其實導遊看上的 人家就送了 我有一次 我也是去那個... 那個使皇陵 就請使皇陵 使皇陵 然後我們幾個人進去 因為一定要經過那個賣場 不經過那個賣場 出不來嘛 是... 經過那個賣場 結果呢 我們導遊就說 你們一定要買一樣東西 給我一個面子 我說是喔 好吧 我就買一個兵馬庸 花了多少錢呢 一千塊 買了一個兵馬庸 一出來 黏的 黏的 用你黏好了 一千塊 花了人民幣一千塊 買了一個兵馬庸 頭還掉下來 回家還要自己黏 想不到 秦老闆的血淚史也滿多的 不是 沒辦法 因為我帶了十幾個朋友 是... 如果都不買 出不了門 出不了 他不讓你走啊 真的會這樣 我就說算了 我就花一千塊錢 就是反正平均一個人 花個幾十塊錢嘛 那就是買個過路 就付個過路財 你知道嗎 有的時候 拿它一點辦法都沒有 比如說像買這個 這個可能是你心甘情願 是啊 對不對 所以你買回去送給太太 太太也很開心 我買一個兵馬庸 頭還掉下來的 我給我太太 我太太 拿這個兵馬庸 你還可以猜說 這是買路財花的 這是 買個自由 這多慘啊 這多慘啊 所以您看 您這個東西 我看起來 如果送給太太 太太的意思是很開心的 對 不過 不過我們還沒見這樣 它是個薄片 所以說 它一定有 它一定的價格 是 您聽了 別傷心 不愧 聽完了 頭掉下來的兵馬庸 但是我到時候就開一個 也開一個博物吧 是 還有那個田皇是不是 好 來 我們來見價 來 我們來進行 請見價 六千元 新台幣還是人民幣 新台幣 因為這個薄片 這個薄片 一手是十片 一手多少錢呢 三千塊 台幣喔 一手是十片 那一片多少錢 平均成本才三百 那這個台子呢 大概是 應該是五千塊 就加起來六千塊 五千三 那你幹嘛還幫我 多加七百呢 不是 我就零頭把算 好多